其實我們這種情況就是一種典型 就是一種治律神經失調 那也就是說我們腦神經它沒有辦法在一個反射當中 能夠放鬆下來去做一些別的事情 那所以在我們的書裡面就提到四個方法 那依照它的刺激的程度來分 那第一種方法就是比較簡單 就是如果可以的話你做一些轉移 譬如說你本來是注意到這個功課呢 然後你可以做一些休閒活動 然後去注意到一些別的事情 轉移或稀釋就是這個道理 就是說我們不要一直執著在一件事情上面 那就是從這件事情 然後轉移到另外一件事情 或者是注意到很多興趣 多彩多役 然後把這個壓力吸死掉 那麼第三種方式呢 就是說我們要做一個 比較刺激一點的一個刺激 也就是說當我們的壓力在這邊 然後這些事情它會給你產生很大的壓力 那我們可以製造一個更大的一個刺激 來讓你放鬆下來 因為我們人它有一個特性就是說 當你面對到另外一件 比這一件事情還要更高的一個挑戰的時候 你會強迫自己把它轉移到另外一件事情 那麼通常我們在用的技巧裡面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運動 也就是說 那我們從事一個比較刺激一點的運動 比如說快跑 或者是說比較激烈一點的 然後這個興奮度來取代原來的 或者是說你從事一個球賽等等 那這個是一個方式 那麼如果說這種三個方式 都沒辦法取代你原來的這個壓力 或者是失調的情形的時候 這個大腦還是持續一直堅持在那些事情 那這時候可能就要考慮到一些更刺激的方式 那更刺激的方式簡單講就是說 譬如說舉個例子 那我們去遊樂園玩的時候 那大家都是在坐雲霄飛車 或者像海盜船那都會尖叫嘛 那大家會發現就是說 你尖叫完你嚇死了之後呢 其實大家都笑得很開心 那也就是這個道理 就是當這個刺激 這個驚嚇到很高的時候 我們人它反而會產生一個放鬆的效果 所以利用這個原理的話 我們可以來達到一個非藥物 然後讓人能夠改變情緒的方式 但是這個方式它的缺點就是說 太刺激了 所以不見得說人人都可以適合 所以有一些譬如說年紀大啦 或者是心臟不好的人的話 可能就是不太合適 那當然在我們臨床上面的話 其實我們在做一個神經調解 就是用一種介入性的方式 來達到一個讓神經它這個刺激中斷的一個做法 那也可以達到相同的效果 但是呢 又可以避免掉那個過度刺激的這一些 所產生的身體的壓力